大家好,今天是那个2024年5月5日 5月1日到5月5号呢 然后这边的什么一个星站的什么截止 我也没太懂 然后昨天去商场买东西呢 然后看到了很多商店都在放那个星站的背景医院 因为是什么原理一同在吧 应该就是made for with you 然后那个for呢跟是5月4号是重合的 然后看到了那个乐招的一些活动 他们在打折 就是你买大概560道东西 他会送你两个这个乐高的一个小纪念品 一个是长成这样的一个小飞船 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他编号是40686 然后有262个piece 然后这个大家如果不好 就是赶约苏普世代赖呢 我就开始拼得高了 以后每个视频拼得高 你们约苏斯就自己保重吧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小的 这个就更小了 这个是30680 还有只有75个pcs 这两个都是免费送的 然后这两个送的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买的一个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就比较大的 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是一个星站的一个飞船 有1931个pcs 然后编号是75382 大家给看一下 对就是你们如果不好好做这个赶约苏普世代赖呢 我就开始拼这个 如果你们哪些同学呢 就是在带来前来 不来找我meeting了 你们就是不来问我的话 那我就开始拼这个老高 每次跟你meeting的话 你们对待着办吧 OK就是这个东西呢 今天可能就是结束了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呢 还想去买也还来得及啊 那应该这个活动到 从5月1日到5月5日 对以后如果我发现做科研太累了 我就去拼得高了 大家就可以找别人做科研 祝大家好运 OK然后它的slide里面呢 列了一些文章 如果最近有些同学 你们找不到我 或者说你们还有精力 可以看过的paper的话 就是希望你们把这些文章都看一看 你们可以看这些文章呢 问我一些数学问题 做一个问数学问题的slide子 也可以呢 就我讲这些文章来干嘛 就是either你们做一个 比如说带我读文的slide子 或者做一个问我问题的slide子 这样都是可以的 具体哪些文章该怎么做呢 就是我觉得你们自己 可以去选择一下吧 之前都是我每次告诉你们 你们该做哪个事情 从现在开始 从这个这次呢 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也锻炼一下 自己的能力 可以是不是选择一下 其实做哪个都还好 但我觉得你们需要有一个 自己的判断力吧 看看可以试一下 之前呢我想跟这个学生 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 就是你也看到了 我让大家去评论区留问题 或者去互相解答问题 这个idea可能也是最近想出来的 我也是在改革在测试中 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 我这个算法每个月都在迭代 对吧 你可能也意识到 就是每个月我跟你干的事情 或者让你们干的事情 都不太一样对吧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 什么样的好办法 所以我每个月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看看如果它不太合适 就该下个月把它删除了 或者更新了 就是版本在更新反正 就是我来问一些问题吧 就是说从你一个 就是学生的视角来说 你觉得就是不同的学生 在评论区留了不同comments 就是你能看出来 他们有些差异吗 或者说水平 或者知识储备 或者各方面 你觉得是有区别吗 还是说所有学生都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从一个老师 或者一个高年级的学生 带你们做课研脚来说 如果每个学生 他的都有一些区别的话 那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给每个人制定一个方案吗 还学习方案吗 就是英才视觉吗 还是说老师就应该一样的方法 去教所有人 还是这个事情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应该英才视觉吧 如果有精力的话 英才视觉比较好 那你觉得就是这些学生在 我觉得每个学生 都留comments 学生应该也能看到 或者没有了 也能看到自己 和别的学生的区别对吧 你能看到可能 比如说哪些学生 可能就是非常正常 因为有的学生 一年有的学生二年级对吧 有学生四五年 有学生PhD 就大家这些差异是非常正常的 那当你看到这些差异 你觉得大家应该 如何去互相学习 或者如何每个人 应该从自己方面提升自己 或者说如何去 像老师或者高原界的学长 寻求Help 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觉得就是 看你目前的基础怎么样 如果基础还比较好的话 你的问题还比较具体的话 就可以问老师问题 然后你不会就给同学解答 要是基础比较薄弱的话 就可以先学习一些基础知识 比如说线性代数和微积分 然后可以在B站上搜索那些 国外名校的 在中文字幕的那些网课 比如说MIT的线性代数 这些都比较有名的 OK 那大家如果在评论区 有什么更好的网课 推荐一些就这些基础知识 我觉得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吧 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帮助 就是我的感觉是 做理论的科研呢 你可能需要学一些数学知识 但是你并不需要 学太多数学知识 你们只需要学一些 可能就是短期内 只需要学一些 跟我视频相关的数学知识 我觉得就可以一起 做一些科研了 所以就是说 如何尽快的去补足一些 需要的知识 我觉得这可能是 比较思考的一个问题 也欢迎大家提意见吧 然后目前就是说 希望就是说 留comment同学呢 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呢 你也可以留更多的问题 然后知道答案的同学呢 如果你知道怎么解释 也欢迎你去解释 然后不要怕自己解释错了 就是每个人都会犯错嘛 就是只有你给别人解释了 一些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 你能更好的巩固知识 一方面呢 你也可能会去思考 以后你该如何去问 别人问题 才能让别人更好帮助你 这是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帮助吧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那个今天的视频的正题吧 我们来勾输一下这些文章 然后你可以简单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聊一聊 你开始吧 好了这篇文章是 Score-based diffusion model in functional space 这篇文章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说 它推出了一个理论 它可以把 diffusion model 从finance space变成 这个functional space 但是它对数据有些假设 OK 下一页 然后这篇文章 它就是根据利普希斯 然后推出了这个 KL divergence的bund I see 下一页 然后这就是这个文章的 具体的bund的表达式 OK 然后这篇文章 它也是根据利普希斯 推出了一个care divergence的bund 然后这棒的表达式 但是它这个要算个积分 它不知道怎么积是吧 还是说不好算 这个积分不可积 我没有仔细看 就是它表达式是带积分 上个表达式是没有带积分的 OK 如果评论区有同学能告诉我 就是这篇文章怎么积 也欢迎来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帮助 下一页 这篇文章是根据利普希斯 假设 然后它推出了一个 这四个sample complexity的方 然后中间是它的那个 这SN就是它网络 它网络如果买到这些条件 它就有这个bund 这篇文章 就是它也在推一个 它推一个total variation的bund 然后它相当于是 就是比较早的 先假设利普希斯 然后推出下页 这篇文章就是 它推出了 就是我们在优化 deputation model的时候 我们也在优化这个 这个w distance 就是那个deputation的loss 和w distance 是某种程度上等价的 然后它又给了 这个w distance的一个上线 根据这个利普希斯的假设 下页 这篇文章 它首先给出了两个算法 一个是这个dpom 一个是这个dpom 然后又给出了 这两个文章的 这个total variation bound ok 下页 然后它也做了个实验 就是它假设了 数据的分布是 messor gaussian 然后它做了一些实验 就证明它算法的有效性 下页 这篇文章就是它 假设这个 它推出了一个这个定理 它说的就是 就是我们的score function 在t趋近于0的时候 它是利普希斯无穷的 然后它提出了一个方法 来减缓这个利普希斯的 然后这篇文章是 根据利普希斯 它推出了一个aerobund 用的也是w distance 然后它还假设了一个 数据的regularity 这就是它假设的那个regularity 然后它又给出了一个新的bund 就如果就有assumption 4的话 它给了一个新的bund 这篇文章就是 它假设数据分布是messor gaussian 然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 一个solver吧 一个sde solver 这个文章假设数据是messor gaussian 然后分析了 根据这个假设 然后推出一些diffusion guidance的结果 然后diffusion guidance呢 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具体的信息 融入到这个conditional generation 就比如说tax to image 我们怎么把tax的信息 融入到这个模型里面 这个就叫gadance 好 这篇文章就是 把扩散模型中加的造成 变成了messor gaussian的造成 然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 然后poller 实验 下也 这篇文章就是用diffusion 也就是扩散模型 它学习messor gaussian 然后给了一个sample complexity 然后time的bund 然后它假设这个covariance是identity的 这个messor gaussian 然后用diffusion 然后它给出了一个total variation 然后time和这个sample complexity的bund 然后它也假设这个covariance的identity ok 这篇文章也是在学习这个kmaid数高整 然后也是用diffusion 然后它也给出了total variation time和covariance的bund 但是呢 它没有假设这个covariance的identity 它的假设是更general的 它是需要这个covariance matrix 是bunded by condition number and then lying above 下一个 就是它这个具体的表达式 然后就messor gaussian ok 感谢这个 有个同学 今天我们做这个presentation 整理的这些文章 就是欢迎大家视频结束后呢 也如果谁看到这个视频 也可以把这些link呢 直接贴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的comments里面 然后如果大家需要 就是说 像我视频说的 就是你们最近还有很多经历 做很多事情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些文章 然后总是做一些presentation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大家就到这里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